大家好 我是王老师 欢迎来到股气联动高手秘籍系列课程 上节课 王老师带大家简单了解了股气联动背后的因果关系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探究 股票与期货市场究竟是怎么样去联动的 总体来看的话 期货与股票市场的联动 主要有正相关和负相关两种情况 简单来说 正相关就是期货价格与对应的股票价格同向变动 期货涨股票涨或者说期货跌 那么股票也相应的会跌 而负相关则正好相反 表现为期货与股价的方向变动 也就是说期货涨股票跌或者说期货跌股票涨 在实战中我们看到的股气联动大多都是正相关的 比如钢铁煤炭股与黑色系期货 有色金属股与有色金属期货 白糖股与白糖期货等等 负相关的股气联动则相对较少 主要有轮胎股和护胶 电力股和动力煤期货 钢铁股和铁矿石期货等等 那么今天呢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来解决和分析这两个相关关系 正相关和负相关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正相关 国内的大宗商品依据其大的一个特性 王老师把它分为五大类 分别是有色金属 黑色系品种 人员化工板块 农产品和贵金属 那么根据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这三年 大宗商品与上市股票板块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发现不同的品种之间 它的一个相关度是不同的 在这张表中大家可以看一下 2014年贵金属 它是要好于有色金属 好于黑色系品种 好于人员化工和农产品的 那么到了2015年 依然是贵金属 好于人员化工 好于黑色系品种 优于有色金属和农产品 最后在2016年 依然是贵金属的表现最好 其次是有色金属 黑色系品种 人员化工和农产品 那么我们仔细观察下来 虽然这三年 大类品种的相关性排序 有一定的差异 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 贵金属价格 与上市股票板块之间的相关度 是最大的 其次是有色金属 人化板块和黑色系品种 最后是农产品板块 以上的内容 是我们对五大类大宗商品 古七联动性做出的对比分析 实际上 这五大类大宗商品的每一类 又包含了很多的细分品种 比如有色金属下面 包含了铜 铝 铅 铅 等众多品种 接下来 我们就分别对这些细分品种 做针对性的分析 一个 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 主要看铜 铝 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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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是四个品种当中 相关度最低的 因此 总结来看 有色品种的相关性 由大到小的排序 大致可分为 铜 好于心 好于铅 好于铅 铅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在2017年7月14日 到2017年10月27日期间 那么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张图 它展示了期货铜和相关联股票 江西铜业同龄有色的走势对比 那么在图中能够看出来 在A范围内 期货和关联个股的走势同步上涨 展现出了强烈的相关性 这个性质是正相关 同样的在B范围内 期货和关联个股的走势 也出现了相同的下跌走势 同样表现为正相关 好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在2017年6月初到8月初的这段时间 在此期间 黑色系古期出现了猛烈的联动 那么这一波商品的大涨呢 是由罗文钢开始 再到上游原材料 焦炭 铁矿石 以及硅铁 这期间 上期索罗文钢 主力合约的涨幅超过了30% 与之对应的钢铁板块的涨幅 也超过了30%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能化品种 在能化板块的品种当中 总体来看 化工 子类中 各品种 与其对应的股票板块 相关度高于 能源子类 相关性 由大到小的排序 历轻要优于PTA 优于橡胶 优于巨饼锡 最后是蓝油 那其中 历轻虽然上市时间较短 但其上市以后表现来看 历轻与相应股票板块的相关度 在所有的人化产品中 是最高的 接下来 我们还是来看一个案例 在2017年11月到2018年2月份期间 在这段时间里 行业去库存 叠加高开工率 导致PTA供需失衡 那么PTA的价格 也是一路上涨不停 同期 PTA龙头企业 恒利股份的走势 四个月的时间 股价几乎是翻了一倍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农产品 那么农产品的品种 在所有的品种中 从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来看 这个品种 与其对应的股票指数 相关系数较低 原因在于农产品品种繁多 而完全从事农业的上市公司数量是非常之少的 同时在农产品价格这一块 国家的管控是非常的严格的 因此农业股和农产品期货的价格 虽然在较长时期 这个走势大体是一致的 但短期内却不会有太过于明显的联动效应 所以对于农产品类的期货 我们主要看细分品种 与对应个股的相关关系 整个板块的 这个不用去看 若按照2016年的相关系数 从大到小进行排序的话 大致可以划分为 白糖要优于菜油 菜油和菜破和豆衣和豆油 以及豆破 这个联动性是差不多的 它们要好于棉花 那么棉花和鸡蛋 它的一个联动性也是差不多的 要优于强麦 强麦和玉米差不多 也和玉米淀粉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联动性最差的是咱们的棕榈油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个案例 在2018年5月10日到30日期间 棉花期货是出现了一波较大的涨幅 涨价的原因呢 是因为5月上行 新疆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风降温天气 部分地区棉花种植受灾严重 那么与此同时 至2014年起 国储棉花开始进入库存阶段 那么预计2018年 国储棉库存将增至300到400万吨 达到历史低位 按照国内消费超过800万吨的水平来计算 那国储 库存 已不足半年消费 所以 新疆地区的棉花受灾以及市场需求 两者共同提振棉花出现了大涨 那么与之联动的个股鲁钛A 在此期间内也是走出了不错的上涨行情 通过以上的内容 那么我们分别对有色金属 黑色系品种 龙化品种 以及龙产品 这四大类大宗商品 所属的细分品种之间的骨气联动 做了一个排序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记忆 那么王老师将钢货浓缩在了这张表格之中 另外 如果要对所有的大宗商品和对应的股票指数的相关性做一个排序的话 那么结果就是这一张图表了 大家也可以好好看一下 那么正相关的内容大致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可以说所有的钢货都浓缩在了最后这两张图表里面 这是老师多年以来实战偶心逆血的总结 大家一定要铭记于心 说完了正相关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负相关 古七年度负相关的情况 大多数出现在上下游产业链中 比如某类商品涨价 导致其下游上市公司的成本增加 基本面受损股价下跌 或者商品跌价 下游企业成本降低 盈利受益股价上涨 总的来说 古七年度负相关的情况 主要存在于细分品种之间 在大类品种中并不明显 例如轮胎股和护胶 电力股和动力煤期货 钢铁股和铁矿石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案例 动力煤与火电股的负相关关系 以及走势 从2017年6月份开始 受益于供给收缩 当时国家实行供给侧改革 同时环保现场的利好也在 叠加季节性的一个需求 动力煤主力一路狂飙 半年涨幅高达40% 同期火电股的龙头 华电国际股价却一路下跌 半年跌幅超过了25% 大家都知道 动力煤是火电企业的主要原材料 动力煤大涨必然导致火电企业成本大增 盈利受损基本面恶化 即便华电国际这样的火电龙头 动力煤涨价也是其不能忍受之痛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案例 油价与航空股的走势关系 2018年2月份下旬到5月份的上旬 油价是一路震荡上行 三个月的时间涨幅接近30% 同期东方航空的股价 从2月初一路跌到4月底 三个月跌幅也接近30% 这跟动力煤涨价是同样的道理 原油在航空企业的成本当中 占有不少的比重 油价上涨 必然导致航空企业日常运营成本增加 进一步就是基本面的恶化 股价下跌 在古期年动当中 负相关的品种并不多见 大家只需要重点把握 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品种即可 那么王老师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实战当中 古期年动的负相关性 并不是那么绝对的 比如对于航空企业而言 除了油价以外 人民币汇率也是影响其业绩的 一大关键性因素 在油价上涨 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之下 航空股的股价不一定是跌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咱们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 股票与期货之间的联动机制 包括正相关和负相关 这两种情况 其中呢 正相关是最为常见的 也是需要大家重点去掌握的 不过 在实战当中 大家可能会发现 我们所看到的古期年动 并非只有正相关和负相关 这么简单 也不会有这么绝对 比如有些正相关的品种 在某些时候 古期关联程度并不是很明显 甚至短期还会出现负相关的情况 这正是我们下节课会去解决的问题 好了 今天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咱们再见 谢谢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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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